白牆啊 别人家这样的 这样的 这样的 那为什么你家切是这样的呢 那是因为搭配出来的感觉是轻飘飘 或者是颜色上搭配不和谐 你想要它不廉价 首先你要让整体空间沉下来 因为大牌牆本身它就是空荡的一种感觉 如果沙发 茶几 当椅 这些你在全部选择那种细角的话 整体空间就会显得很飘 不那么稳重大气 这就是像出租房的原因了 沙发不要再显这种符形的 沿韵的 像独子一样那种造型 你可以选择豆腐款或者闲浮的款式 造型可以参考意大利的一些品牌的款式 是比较有设计感的 如果实在喜欢细角沙发 那么茶几 你就要选择这种 头带脚的或者粗腿的 有设计感的这种 以后一定要把重心往下拉 不然的话会显得比较简陋 电视或者幕布的尺寸可以显大一点 不要一整面大牌墙上就挂一个小小的电视机 这样会显得特别的小气 地台柜要么是闲空的 要么这种看不到脚的 不要整一个细角的柜子 特别难看 地毯一定要显大一点的 可以铺满客丁的那种 闲小就是一样的道理 会显得小气 颜色搭配上的一定要和谐 选一个主色 然后根据深浅去做层次 薄锁点 可以用黑白灰搭配 基本不会错 还有大地色 米色系 白色加木色 黑白灰加米茶中 这几种配色 都会让人很舒服 这样的搭配耐看 也不会容易过时 就会变成了